日军炮楼十倍兵力也难以攻克 这恰恰彰显了抗日战争的伟大 在抗日战争中 中日双方除了兵力差距 日军的炮楼也是八路军难以攻克的防御攻势 然而 面对这种投入大量兵力也无法攻克的炮楼 八路军无所畏惧 英勇抗击 最终将这场战争引向了胜利 完成了伟大的壮举 那么日军炮楼的威力究竟如何 八路军是如何应对的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抗战刚刚开始的时候 武器弹药基本被南京国民政府给一手掌控 那时刚成立的八路军129师 一共有13000多人 除去攻兵营和自重营外 要上战场打仗的也有9000多人 但那时的八路军武器弹药是十分贫乏的 因此在战斗时 八路军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来补充自己 说八路军每颗子弹都是靠战士的血肉换来的也不为过 即使打了胜仗 但只要缴获的物资不能弥补消耗的物资 那就不算真正的胜利 这不是八路军吹毛求疵 而是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实在没有能力 为八路军提供丰富的作战装备 当时八路军创建最早 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叫黄崖洞兵工厂 尽管听上去又是最早又是最大 但其实工厂内只有最简陋的几个机器装备 就是一个完全的纯手工作坊 连提供最基本的子弹都困难 当时的八路军有个绰号叫三枪八路 意思就是打出三枪之后 必然会发起冲锋 和敌人进行贴身肉搏 这可不是因为八路军热血 纯粹是因为没有武器 与手枪比起来 刺刀的装备更少 平均一百个人才能配上一把刺刀 因为刺刀需要使用金刚制作 同时需要机器的切割打磨的 因此肉搏战时使用的武器 一般都是红鹰枪或者大刀 电视剧《亮剑》中 李云龙领导的独立团 常常面临弹药短缺的困境 最窘迫的时候 每个人手中仅有四发子弹 这样的弹药储备 不仅无法支撑 他们打败敌人 甚至难以维持一场正常的战斗 独立团的情况尚且如此 其他部队的状况恐怕只会更加糟糕 没有子弹就只能进行贴身肉搏 那时候不仅热武器稀少 就连冷兵器刺刀一类 也都是十分稀缺的资源 没有装备就不能跟日军正面对抗 因此八路军开始了游击战 刚开始日军还尝试进行扫荡 可是却发现八路军越扫越多 原来是八路军在进行反扫荡时 在各个村庄培训出了大批游击部队 同时各地的百姓也向着八路军 这就使得八路军是时时刻刻掌握日军的动向 可是日本人却是成了无头苍蝇 看谁都像八路军 却哪里都找不到八路军 这是因为八路军知道自己的实力远不如日军 因此碰到百人的日军军队就躲起来 十几人的就贴近打 这样一来 每一枚子弹都不能浪费 再近一点就用大刀肉搏 因此虽然日军的装备水平远超八路军 但却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为了避免被消耗殆尽 多田郡在1942年提出囚龙政策 具体内容就是以铁路为主 公路为链 碉堡为锁 建造炮楼 目的是分割八路军的根据地 将根据地分割开来后进行收缩 彻底压缩八路军的游击空间 在逐渐变小的范围内 对八路军进行地毯式搜索 他们还根据八路军的武器状况 制定了具体的炮楼设计标准 压缩修建成本 用最低的代价建造最多的炮楼 尽管现在看上去是粗制滥造的炮楼 但对于那时 只有极少量轻武器的游击队 或者是主力部队之外的八路军 新四军来说 仍然是几乎无法攻破的乌龟客 相反的 有了炮楼的日军 只使用极少的人和武器 就能够像钉子一样 牢牢定在被分散开的根据地上 一方面守住阵线 一方面还可以对尝试反攻的 八路军游击队进行打击 可谓是一举两得 那么炮楼究竟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能让八路军如此束手无策 日军炮楼面临十倍兵力的围攻 也未能被攻克 真正凸显了抗日战争的伟大 炮楼可以说是 中国战场上特有的军事设施 例如同样进行着战争的欧洲 就没有出现炮楼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炮楼本身的特殊性 那么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特殊的建筑 1937年 卢沟桥的一声枪响带来了七七事变 也给中华大帝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声枪响激发了抗日战争的浪潮 也将中国推进了水深火热的战争之中 日军最开始宣称将在三个月内拿下胜利 因此大量日军出动 到处烧杀抢掠 大肆屠杀 虽然日军的实力强劲 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地缘辽阔 仅是攻占一个地区就需要出动大量军队 因此很快 日军就发现人手不够用了 与此同时 中国的百姓被日军残暴的行为激怒 纷纷拿起武器 自发组成与日军对抗的组织 这使得人手不够的日军开始慌张起来 抗战全面爆发后 国共进行了第二次合作 国军在正面战场抵御日军的推进行动 国军则是在敌后截断日军的补给线交通线 以此牵制日军行动 从各种资料和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 我军的袭扰行动使日军束手无策 因此为了应对八路军 日军专门量身定制了一种军事设施 那就是炮楼 而要攻破这种防御攻势 对于缺粮少弹的八路军来说 可谓难上加难 日军在中国建造的炮楼是专木结构的 并且又高又大 在开阔地带一看 简直就是一个不会移动的好靶子 只要一炮就能将其炸得粉碎 但炮楼成为靶子的前提是拥有大炮 而那时的中国别说大炮 就连手枪都是稀缺物品 很多人看影视作品时会觉得 炮楼不过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建筑 只要能走到射击盲区 攻下炮楼还不是手道起来 但日本人也不是傻子 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的又高又大的建筑 只是属于炮楼中的瞭望塔 并不是核心建筑 核心炮楼的周围会有一圈围墙 围墙里是一个小院子 院子内是为驻扎在炮楼里的日军准备的生活设施 而围墙外面则是一定会有壕沟的存在 如果选择建筑炮楼的地点水源充足 那么还会往壕沟中饮水 既能提供驻扎日军所需的水源 又能成为护城河一般的存在 壕沟的外面还会设置 几米到十几米的厚度的铁丝网做障碍物 同时铁丝网内会放置地雷 一旦触碰就会引发威力强劲的爆炸 并且铁丝网的外围还不能有任何影响视线的障碍物出现 房子 树林 甚至是草丛都需要全部烧毁 周围200多米的范围内全部都是军事戒严区 在这样的情形下 别说是带着武器走到炮楼下的射击盲区 就是在外围刚露个头 都会直接面对日军的枪林弹雨 炮楼本身就十分高 不仅有瞭望塔 还有射击孔 平时日军会进行射击训练 哪怕是夜晚 只要出一点声音 日军就可以根据声音传出的方向进行射击 本就武器装备稀少的八路军 如果拿着落后的武器 在没有足够弹药支持的情况下 白天进攻炮楼简直就是白白送死 因此 我军一般都会选择在夜间进行行动 并且即使是在夜间也只能行动两个小时 否则日军的援军一到 想撤退也撤退不了了 日军之所以修建如此多的炮楼 目的就是对我军的游击部队实行囚龙政策 据统计 仅在河北一个地区的炮楼和碉堡群落 就有九千多个 最密集的时候 从这个炮楼一个子弹 就能打到对面的炮楼 面对如此多的炮楼 虽然八路军的人多 但是没有中武器的加持 仅靠人多是没办法对付炮楼的 难道我们只能被动挨打 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面临十倍余几的兵力围攻 仍屹立不倒的日军炮楼 才真正凸显了抗日战争的伟大 最开始八路军尝试攻破炮楼 虽然可以做到 但是每干掉一个炮楼 都需要大量战士的牺牲 付出的代价与战果 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但如果任由日军继续修建下去 越来越密集的炮楼 必然会使游击队的空间越来越小 没有了空间进行游击 八路军是没办法正面与日军抗衡的 那么 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反击日军呢 说起来 既然日军可以根据我们的游击战 想出囚龙政策 那我们也可以根据他们的炮楼 进行政策的调整 没有大炮炸掉炮楼 那就使用其他的方法 在不断的战斗中 八路军也找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个炮楼里通常会有13个日军 以及一把机枪 虽然炮楼里的食物装备都较为充足 但是却没办法储存水 而且不是每个炮楼都能够离水源很近 大部分在炮楼的日军 需要自己到水源地取水 因此 八路军可以将地雷埋到水源地附近 或者往水里投毒 但是效果立竿见影的是打冷枪 趁着日军出来取水时 在背后能打死几个是几个 此外还有猫头鹰战术 当日军躲在炮楼里时 子弹打不到 八路军就会在白天睡觉 晚上到炮楼附近敲锣打鼓 有时也会再把鞭炮放进铁桶里 模拟开枪的声音给日军错觉 长此以往 日军晚上睡不好觉 同时精神还要保持高度紧张 因为不知道哪次模拟的枪声里 就会出现一次真的 也有的八路军会使用青蛙代替敲锣 将辣椒面涂到青蛙的舌头上 然后扔到炮楼附近 青蛙就会因为辣舌头整晚叫个不停 这个叫声既可以吵得日军无法休息 还能够掩盖八路军采取行动时的一些声音 既然日军躲在炮楼里不出来 八路军又拿炮楼没办法 那就把日军从炮楼中逼出来 因此还有烟雾作战 不过这个方法讲究天时地利 在风吹向炮楼时 八路军会利用一些半干半湿的柴火为底料 同时加入一些干辣椒等刺激性物体进去 点燃后 浓烟就会被吹进炮楼 等日军被呛得受不了跑出来时 就可以趁乱进行攻击 还有一种就是土坦克战术 将式的棉被和泥土堆到一辆大车上 做成可以防弹的沙包 这种沙包可以抵挡步枪的子弹 同时有效阻挡手榴弹的碎片 通过这种土坦克的掩护 可以慢慢到炮楼下 然后炸毁炮楼 土坦克战术一旦成功 就可以彻底炸毁一个炮楼 当然风险也是最大的 一旦没有抵挡住敌人的攻击 那就会全军覆没 在没有威猛的重武器 炸毁炮楼的情况下 八路军用各种土办法也击毁了很多炮楼 一旦打下炮楼 可以缴获的物资是十分丰富的 一开始 日军认为凭借八路军的武器装备 是没办法击毁炮楼的 因此在炮楼内囤积了大量的弹药和粮食 这样可以避免运输时被游击队从后方袭击 每打下一座炮楼 都能让八路军的实力强上一大截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炮楼被攻破 日军不再往炮楼内囤积物资 不给游击队补充自己的机会 不过后来八路军通过不断的缴获 武器装备逐渐丰富 炮楼终于成了真正的把子 更觉得是 在缴获了步兵炮后 八路军开始讽造出假的步兵炮 日本人听说之后 以为是真的 还没进攻就已经先投降了 抗日胜利前夕 很多日军为了不被打 都锁在炮楼里不出来 没有吃的就将武器弹药拿出来换粮食 结果仗没打几次 武器先没了 直到今天 很多地方都还有留下来的炮楼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 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建筑那么简单 更是有着沉重的历史意义 在当时那种恶劣的条件下 我们的八路军 仍然能将日军压制在炮楼内 阻止他们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和占领 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 这场胜利 是一个又一个英雄先烈的 慷慨赴死换来的 也让我们更加体会到 抗日战争的伟大 谢谢大家